歡迎來到《風華絕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演藝圈知名夫妻黨王忠平與于皓然 育有一子一女 近日 王忠平已演出《黃金歲月》至屏東方山拍戲 在過程中看見方山一塊地 便直接買下 還說以後要蓋五樓的透天措 希望女兒在屏東也有家 跟老婆于皓然也能再次養老 不過 于皓然聽到此事以後 當場超傻眼 臉都綠了 王忠平老家住在恆春 她先前因為拍攝《黃金歲月》 而到屏東方山附近 因為緣分看到一塊地 她覺得不錯 就花600萬買了下來 還說 方山的房子離火車站很近 附近交通便利 以後可以蓋一棟五樓透天措在那 未來寶貝女兒韓非在屏東也有落腳之地 可以常常回南部玩 王忠平時常買地看地 2015年就在新竹寶山湖附近買地 還打造出農舍 不過 老婆于皓然絲毫沒有要跟進的意思 她當時不顧反對 在寶山買的那塊地 種樹 還自己蓋房 其實 于皓然也有看房的興趣 之前買房砍加近1000萬 後續轉賣還賺到不少 她最近已經看到6000萬左右的房子 讓王忠平大喊吃不消 壓力很大 不過 于皓然笑稱 他們現在年紀大了 搬家會太累 王忠平和于皓然兩人結婚邁入第26年 育有一雙兒女 韓靖 韓非 一家四口幸福美滿 于皓然日前上節目時 坦言 剛結婚其實就有出現想離婚的念頭 如今撐過來了 她也很感謝自己當時沒有決定要分開 于皓然近日上節目《單身行不行》透露 自己在演藝事業高峰時嫁給了王忠平 她也稱是一結婚就走出舒適圈 當時老公開了一間民歌餐廳 她為了幫忙還特地去學調酒與煮咖啡 甚至挺著運渡工作 週末生意好的時候 還要洗上百個水杯 于皓然表示 當時客人來結帳時 看到她還會問 你不是有出唱片 怎麼嫁給歌手後 肚子挺那麼大 還要在餐廳做這些事情 她也透露自己是個好強的人 既然選擇要嫁要做 就會堅持下去 同時也是為了不要讓外人看笑話 于皓然也坦言 其實結婚後的前六年都有過想離婚的念頭 那幾年一直在羨慕別人 雖然說不該這樣子 畢竟不是錯在我老公 我老公是個很吃苦 很顧家 很孝順的孩子 同時也苦笑表示 很多人嫁人後去的都是開幕酒會 但她永遠都是跟著老公到廟會表演 如今夫妻倆携手邁入第26年 她也感情表示 其實我很感恩 我沒有去解約 我撐過來了 我蠻開心的 王忠平過去是歌手出身 之後轉戰戲劇圈有成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憨厚踏實的形象 在戲裡也總演老實人 且和老婆于皓然結婚後 一直恩愛甜蜜過日子 沒想到老婆于皓然最近上線驚爆 王忠平曾碰上唱片夜景氣衰退 加上媽媽被搗賄 身上背了至少2000萬元負債 甚至窮到走投無路 全身只剩300元 讓于皓然痛心感嘆 貧見夫妻百事哀 常伏見出離婚的念頭 但于媽媽不准她離婚 還霸氣嗆說 多少 媽媽接你 于皓然強調 若不是媽媽 她跟王忠平早已離婚 如果不是娘家的話 我可能跟我老公的婚姻走不到現在這個時候 于皓然進一步指出 媽媽第一次掏錢時 還直接拿出存折跟印章給她 並交代 沒關係 等你們以後債還完了 存了錢再還我 當時身旁所有親友對他們避之不及 世界上唯一借我錢的就我媽 于媽媽陸續借了他們300萬元 後來于皓然才知道 媽媽是看中王忠平對媽媽孝順 對弟妹照顧 放心 這樣的男人他一定也會照顧你 而王忠平 于皓然夫妻同心 拼命在7年內還清債務 也挺過婚姻危機 另一方面 王忠平女兒韓非剛考上嵩山高中3個月 不過 愛女最近卻表示 要寫小說 臉溜冰 做音樂 因此萌生想休學的念頭 不過 于皓然則希望女兒不是為了逃避而休學 而是要思考好下一步該怎麼走 于皓然日前上《女人我最大》時指出 王忠平多年前接拍某部戲時 竟然隱瞞和女主角有親熱戲 直到有一天于皓然到髮廊洗頭 才被工作人員詢問 你有看到中平哥最近拍的那部戲嗎?他跟演他老婆的女主角從頭親到腳欸 讓于皓然當場臉都綠了 于皓然認為 夫妻之間不應該有欺騙 你告知我代表你尊重我 你沒告知我就是有問題 因此與王忠平大吵了一架 更在半夜帶著兒子直接離家出走 並開著車子一路從臺北開到臺中 因為當時想著 我一定要開很遠 讓他擔心我 最後 王忠平當天晚上狂打了二十幾通電話 還坐在門口一夜沒睡 就等著于皓然跟兒子回家 才讓于皓然氣消 兩人和好如初 五十歲藝人王忠平與同為藝人老婆于皓然結婚二十多年 育有一對兒女 堪稱演藝圈模範夫妻 二人日前拉二十一歲帥兒到臺北內湖拍廣告 王忠平對七位數代言費頗為滿意 不過 王忠平今日上節目驚驚爆 瞞著老婆養廈門新娘 還會定時前往探望 驚人自爆 讓現場主持人來賓全都傻眼 生怕二人魂變 王忠平歌手出身 之後轉戰戲劇圈有成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憨厚踏實的形象 在戲裡也總演老實人 且和老婆于皓然結婚後 一直恩愛甜蜜過日子 沒想到一臉人畜無害 耿直憨厚的王忠平竟爆出背著老婆在廈門有小三 而且時間已經超過三年 談到這位廈門新娘 王忠平透露 近年往返廈門拍戲 在當地邂逅了讓她魂牽夢盈的人 忍不住開口表示 她太美了 其實這對象是一棵當地園藝店的八十歲杜鵑樹 她每次到大陸工作 必定繞去探望它 而且已經種植長達三年 愛樹成吃的王忠平還不捨見樹枯死 決定付兩萬屬身 讓這位廈門新娘來臺方便就近照顧 還為此在新竹郊區買地蓋房 沒想到這棵杜鵑樹卻因年紀太大 加上簡易問題 沒辦法來臺灣 讓王忠平相當無言 針對王忠平驚爆廈門年花惹草 老婆余浩然向老公喊話 前人種樹 後人成梁 老公別擔心 只要不是養女人 老婆都支持你 對於廈門新娘無緣來臺灣 她感慨 王忠平不能好好利用這棵樹的價值 那棵樹簡易問題進不來了 不過杜鵑樹很值錢 要百萬 另一方面 王忠平與余浩然日前拉21歲帥兒到台北內湖拍廣告 王忠平對七位數代言費頗為滿意 卻哭喊 廣告代言很被抽九成 因九成都遭余浩然抽成拿走了 被問到帥兒是否會進軍演藝圈 王忠平曾透露 吳宗憲也有問過我 但進演藝圈除了努力也很靠天吃飯 一切就祝福他了 沒把話說死 一切全看兒子個人意願 針對父子合作拍廣告 還拿到七位數代言費 王忠平也相當滿意笑說 都50歲了 還有人要找 很感恩啦 王忠平與余浩然結婚多年 是演藝圈銀色夫妻檔 他們倆育有一對寶貝子女 其中18歲校花女兒韓菲日前錄取全球排名第八的多倫多大學人文學科 余浩然在社交平臺曬出女兒的模範聲講狀 許多網友一看忍不住詢問 名字真好聽 但若若問 爸爸不是姓王嗎? 對此余浩然解答了 余浩然在社交平臺發文透露 因為疫情關係 小牛今天是最後一次到校 等於提前畢業的概念 難忘的畢業方式 但安全是最重要的 大家一起努力加油防疫 同時祝福女兒畢業快樂 恭喜她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並PO出女兒美麗倩影及模範聲獎狀 網友看到余浩然的女兒不但長得沉於落雁 還是模範聲 紛紛稱讚父母太會生 又很會教 不過當他們看到獎狀上印的名字韓非 好奇怎麼不是跟爸爸王中平一樣姓氏 由於太多人詢問 余浩然在留言處親自揭曉 王中平本名韓志偉 當初老闆會改王中平 是因為覺得這個名字很像老公個性 簡單平實 許多網友這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王中平姓韓哦 這麼多年現在才知道 名字很像老公個性 王中平的個性很忠厚老實 也很平凡樸實 這就是我最欣賞他的優點 他也是我最欣賞的偶像歌手 韓非最近在社交平臺分享錄取全球排名第八的多倫多大學人文學科的喜悅 未料遭酸民諷刺 你應該是UBC哥倫比亞大學沒有考進對吧 因為現在UBC比多倫多大學難進 所以做人還是低調點吧 面對外人酸言酸語 韓非高EQ回復自己的第一志願本來就是多倫多大學 也只有申請加拿大的學校 余浩然不捨女兒被酸 在社交平臺護女 酸民怎麼這麼問呀 什麼都能酸 都說老夫老妻才是真的甜 王中平本名韓志偉 早古偶像劇《新蘋果樂園》裡演的女主爸爸 歌手時期也紅過 唱的《空笑夢》《向天要一點愛》《平凡的幸福》等歌至今仍是經典 年紀大了後 他大多活躍在康熙 說話慢吞吞 但又很有梗 最大的特點是瘋狂迷恋樹 樹木的樹 問美女問題 他是這樣問的 情人節重要還是植樹節重要 有沒有可能跟一個人在大自然過自給自足的野人生活 他真的很愛樹 要說痴迷程度 絕對是娛樂圈最不會人設崩的男性之一 他還挺曖昧 人到中年偏要去割雙眼皮 但結果相當失敗 最後不盡人意 余浩然同樣是藝人 《新蘋果樂園》裡也有他 演的院長李月白 他同樣也是各大綜藝的常客 1973年出生的余浩然比王忠平小6歲 保養得很不錯 身材保持得也很好 根本看不出是快50歲的人 說起余浩然和王忠平 這對老夫老妻也算是娛樂圈中平淡 接地氣 但恩愛的典範了 二人是拍戲結緣 早在戲裡就演夫妻 直到1996年 二人按部就班結婚 婚後他們育有一雙兒女 兒子帥氣 女兒更是漂亮 青春活力 因亮眼外形 還被媒體稱是最美心二代 說起來 兩人也經過苦 王忠平曾破產 千萬家產直接被套牢 夫妻倆苦撐七年才終於還完債務 熬過間暖時段 兩人日子越過越好 感情也更加堅定 常常一起拍戲 錄節目 生活點低 也會想著對方 王忠平拍完戲 都會順便買個宵夜給老婆 合影秀恩愛 更是家常便飯 王忠平沒有不良嗜好 也不花田酒地 唯一的愛好就是種樹 老婆買奢侈品 他買樹苗 老婆美美享受生活 他在公園辛勤打撞 路上看到喜歡的樹根本走不動路 一定要合影 再翻看他的各種遊客照 背景也必須有樹 跟老婆合影 樹也必須入境 二十多年風風雨雨 兩人的感情如枝繁葉茂的大樹 穩固可靠 再次見一見 再次見 再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